我們平常講 郭台銘如果這個時候出來幫高鴻安推薦他 當然會有效對不對 但是郭董這個 我不好意思講那個形容詞 但是我說姜是老的啦 這段話寫得太有智慧了 好 那這個新聞應該先稍微簡短講一下 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黃光琴有在臉書上是講說 郭台銘你不可以都不理高鴻安 因為你這個東西你要出來表態 怎麼好像把他給丟包了 結果高鴻安被記者問到 他就講說大家敬請期待 我馬上就會有跟郭台銘合拍的影片 結果他就丟了這個 我一開始的時候老實講 因為我只有看影像沒有聽聲音 我想說傳宗接待的戴 怎麼會是那個戴 寫錯字了對不對 對 後來才知道他是你傳宗我接待 這個也幫他稍微講一下 好 但問題就回來了 因為這個影片一出來的時候 馬上就有人發現到說 這個畫面當中的郭台銘有點怪怪 我說怪怪的意思是 感覺上是似曾相似 我們的好朋友李政浩 在臉書上面就解說 我跟你說 我知道 他這是合成的 結果就發現到 這是上一次郭台銘 在這個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其實有推出了一個政見 2019年的時候叫做 0到6歲國家養 結果那個畫面 就被高鴻安截出來完了之後 跟他自己合體在一起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個很怪 為什麼 兩個眼神沒對到 因為你再怎麼做都不敢做 他百分之百 除非你要拍很多角度這樣子 好 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一被人家質疑的時候 高鴻安這邊的說法是說 他有取得郭台銘的授權 我會老實講 如果你都沒有經過授權 那也太難了 不太可能 那真的 因為有時候選舉 這個我就可以理解 但問題在於是郭台銘後來 他出席了一個活動的時候 當時記者要問 他說不要轉移焦點 活動會是叫 我晚一點在臉書跟大家報告 老實講 郭台銘還滿喜歡在臉書上面講話的 但重點是這樣 他說第一個 好 看一下這邊 他確實答應跟高鴻安合體 但是因為他人在日本來不及 所以有電話授權 高鴻安你可以合成 兩年前的這個政策的畫面 所以這個合成部分 我老實講 沒有問題 我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這個東西 老實講 你若是真的沒有經過授權 也太麻煩了 這個時候不會犯這種錯誤 事前事後我不知道 但是最少這個郭台銘出來背書了 郭台銘認了 對 可是第二個後面是 他講的這一塊 因為大家很關心的是 高鴻安在這幾次的這個爭議裡面 郭台銘感覺都沒有說什麼話 好 所以你看他的第二點說 新竹很重要 所以他覺得發展跟台灣科技 這個什麼 重點是才第三個 好 我先給各位看 這個我要講慢一點 因為不能夠把他那個字念錯 我個人認為新竹市需要一位 能夠跳出傳統政治框架的人 由科技出身理解科技產業 發展趨勢的人選 來帶領新竹市邁向未來 至於誰最合適 這個重點對不對 誰最合適 就只能依賴全體 新竹市民的大智慧了 這樣到底什麼意思 其實我真的必須說 立刻有人說 這樣對見沈貝宏 我跟你講 喜歡高 喜歡高鴻安的立刻說 你看郭董還是挺他 對不對 因為他是科技 也不能說硬拗 因為人家也沒說 也說得通 雖然沒點名 也沒說那個 那應該也有人講 不對如果是這樣的話 剛剛講了 林志堅加沈慧宏 智慧 智慧 智慧連線 對 有人講 沈慧宏也做了很久了 我告訴你還有另外一個版本 因為國民黨的朋友就說 糟糕 不是糟糕 太好了 郭台銘挺誰 你知道嗎 林根仁 因為林根仁的學歷 他也是科技的對不對 對 他是中華大學科技管理碩士 沈慧宏是交通 也算是科技對不對 是 所以三個都挺 郭台銘一個結論 三個都不得罪 江是老的啦 郭董果然老江湖 對 但是我跟你講 高鴻安也厲害 高鴻安立刻就說 感謝郭台銘 願意說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可以看就更遠 上一個站在巨人肩膀上 後來下場怎麼樣 我其實不好說 好了 所以我真的講 就是說現在當然看起來 會有很多的奇怪的事情 但我真的必須講 我認為高鴻安 一直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他跟郭台銘之間的連結 也就是說你不要只看到我高鴻安 你要看到我背後的巨人 你看他 我真的覺得 我們的選舉選的是市長本人 不是選他後面的誰 或者是選他旁邊站著誰 我老實講 如果今天真的要這樣搞的話 那我就選那個人就好了 恭請郭台銘 或宣明志都可以出來選 任俊你自己選舉過對不對 在座兩位都在選舉 我跟宇曹 我們就長期在看選舉 我們看過很多那種推薦 譬如說今天康仁軍要選舉 張宇曹去推薦康仁 他已經講說 我全力推薦康仁 康仁軍有情有義 愛鄉愛土 怎麼連名字都不講 你覺得這是真心推薦嗎 所以我老實講 這個真的 所以我說 一段文字 三個都不得罪 林哥能中華大學科技管理說是 所以我這邊講 就高雯安現在的狀況 確實 你看他之前他推薦的時候 你看郭台銘都會直接 像他19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推薦的時候 我們需要的不是只有一個高雯安 100個 甚至1000個高雯安 這個時候我相信高雯安 在郭台銘的眼裡面 絕對是個人才 而且是個優秀的人 但是現在看起來 郭台銘最少在這個文字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高雯安三個字 可是最近這幾份民調 真的很多人都看不懂 怎麼會這樣子 難道新竹市民的喜好 好惡程度 跟我們的理解不太一樣嗎 我覺得再來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新竹市 我覺得我自己感受到一些 我還是有一些這個所謂的 比如說深藍的這個群組 或者是朋友 其實我們都還是有在看到 他們很多對這個事件的看法 我覺得在新竹這裡面 有時候藍營的人士 他部分把他陷入到 叫做支持民進黨 跟反對民進黨的戰爭 他們用這個邏輯來去評斷 林根仁的價值 我為什麼特別講林根仁的價值 而不是講高雯安的價值 也就是國民黨的人 理論上面來講 應該要支持自己的政黨參選人 可是居然沒有 因為我甚至有些人的發言裡面 他甚至就明講說 我們不能讓民進黨再於區與囚了 我們要給民進黨一個教訓 所以應該把這個支持 拿去給一個最有可能贏的 最少在數字上面看起來 是高雯安維持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看這幾波下來 整個的民調部分 高雯安居然沒有太大的變化 我認為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也有可能是選民 他在這邊是隱藏起來 為什麼 你如果實質上來看 他的這個表達的這個 跟其他的縣市比起來 老實講他算是普普 他表態率其實沒有很高 對 其實是沒有 大概在七成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個某種程度上面 現在當然有些媒體的朋友 或者是有一些政治觀察 或者會講說百年難得一見 怎麼會有這麼多爭議的人的事件出來 反而他的民調沒有跌 反而是負責踢爆的人 比如說像林根仁的部分 他看 因為國民黨現在是講說 他有圍服的上來了 但是他 我必須講 他的圍服上來 可能對藍營的那些人的選擇 他會看的是說 你有沒有能夠有勝選的機會 如果你沒有勝選的機會 我為什麼要挺你 所以我就講 林根仁一開始的態度很 我覺得他一開始要主攻擊是OK的 可是當他中間收手的時候 你看我這幾天我就講一個名詞 是他是不是意圖使自己不當選 可是他又表現得他很想選 所以這裡面的媒體 到底是問題出在哪 你看國民黨一堆人出來 這甚至是公開講說 不行 我們還是要去支持 這個所謂的高鴻安 不能夠讓民進黨得利的狀態之下 對於林根仁來講 我真的覺得 就是說當他出來回應說 你柯文哲不要再罵我 你要再罵我的時候 我手上還有資料 我會選擇性的 不是選擇性 我會適當時機把他交出去 現在看起來週刊也丟了 看起來媒體也都丟了 你手上的資料 有跟其他人都不一樣 而且這其實是很具體的 一個法律事實在這邊的時候 那個我覺得已經不是各自解讀 說我認為我OK 或你認為你不OK 我覺得這已經不到這個階段 而是他就必須要拿到檯面上面 由大家來作為審視 對 的確 所以這個民調到底是不是反映 真實現在新竹市的狀況 我覺得還應該還有待觀察 還有待觀察 因為我不覺得新竹市民的 對於是非的觀念 甚至對於這個可能涉及貪污的 容忍度有這麼高 我真的不覺得 好 那我請教敬義兄 你覺得郭台銘剛剛這個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高手 這個僵是老的啦 你覺得郭台銘這個是代表什麼 他已經不挺高宏安了嗎 那個高宏安兩個老闆 一個是柯文哲 一個是郭台銘 可能他們原來設想 一開始就是希望這兩個給他背書 然後有一點藍白的那個味道會出來 搶完全中間選民 但是郭台銘很清楚 看到這個荒腔走板的高宏安 實際上他已經不挺了 但是有時候記憶人情 然後媒體問他 他以他的格調 他以他的高度 他當然不好推遲 所以講出非常高人一點的話 我都一直在看那個 他所推薦的 好像真的就在講 那個沈慧紅加林志堅 怎麼樣看都很像 一個懂科技的人 因為他們有執政 以前跟新竹科技園區這麼熟 他們自己對人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比他強 所以看起來就是在推薦他 但是又好像沒有拋棄 高宏安 所以這個真的是高人一點 但是很清楚 要推薦一個人沒有那麼困難 現在訊息這個語音這麼發達 只要錄個音 在日本都可以錄 錄個影像 總是不會改嘛 郭台銘大家都認識 我郭台銘 我來推薦高宏安 他有多好有多好 在日本都可以錄啊 沒有那麼困難 而且要同意他 只用肖像權 那表示說他已經收手了 他在對於高宏安在這麼多事情上 他已經不太不太願意去推薦他 但重點 這個會不會影響到後面的這個選戰 高宏安在少掉一個老闆以後 那你看 這些剛剛民調在看 我都覺得很納悶 我們自己從事那麼多選舉 都很清楚 這些未表態的人 每天都在看 都在注意 尤其是最後這兩個禮拜 他們真正要投下那一票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仔細思考 這麼多瑕疵 如果真的把新竹市交給高宏安 他們是不會放心的 他們會想說 還是求一個穩定 而且求一個不會諸作的 所以沈蕙宏到後來 一定是他們最好的選擇 那我們也 要插播一下 高宏安陣營14點要開記者會 說他會針對這13頁的爭議 我還是提醒大家 我們已經把所有的質疑點 都已經標出來了 高宏安要不然就直求對決 直求對決的前提是你要道歉 再不要聽到什麼 又簽托東 簽托西亞 說阿立法院都是這個樣子 柯建民的注意怎麼樣 那些都是違規就招 那些都是歪樓 兩點鐘我們會好好的盯著電視螢幕 看看高宏安說什麼 我再補充一下 我覺得最委屈的是林根人 其實這個資料我想崔薩子之前有給他 加他說你就要公佈 這麼最正確的東西公佈你可以提升你的民調 你有機會當選 後續還要再加碼再來支持你 但是他沒有好好應用 這就是帥長老派的做法 沒有辦法判斷掌握一個時機 你有可能反敗為勝 在九局快下半 你有可能贏 結果你把它拋掉 結果拋掉 拋掉以後 蔡少哲說不行啊 我實在太恨高宏安了 你不曝光 我還是要找人曝光啊 他才提供給媒體 那真實曝光以後 真的有機會讓高宏安一槍斃命